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当然我们学习 今天我们是马上元宵节了 对吧 课后的好礼要告诉你 第一首先所画的案例 可以找你的专属老师 获取一次文字免费的一个点评 就是帮助你去学习找找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 高清的案例图和步骤图 也是在你的专属老师那 就是叫你来上课的那位老师 对不对 在最后就是我们的课后 报名综合课的同学 可以参与咱们元宵节的猜字迷的 这么一个优惠的一个活动 同时还有机会 获取咱们价值千元的一个甜点课 好吗 那我就简单说到这了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一会儿我们要画的这个内容 上面该如何来着手 如何来着手 首先我们从三大部分来看一看 这张画是我们一会儿带大家画的 叫平林轻音是吧 同学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烟雾迷蒙的 这么一种山居幽静的这么一种景色 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说的可能都能看到是吧 最突出的就是山泉瀑布了 以及我们的云烟缭绕的这么一种视觉感受 这个呢可能也是同学们呢 比较直观喜欢的这么一种内容 对不对 那与这种画面的这种内容的表现呢 肯定旁边都要映衬出啊 和它相互映衬的就是山石 树木以及点净的小的房屋了 这是我们前方啊 需要去细致刻画的点 你要你要再多观察一下啊 一会儿再画的时候 那么我们今天在入门的同学可能呢 基础都不太一样 有的同学呢可能呢只是啊 还没有拿个毛笔 或者说之前呢都没有接触过 那你可以先简单的了解一下 用笔和用墨的一些小的变化 来感受一下不同的一个材料或者工具 如果说你稍微画了一点 那同学呢 可以多来刻画一下山石树木 以及云水的瀑布 对不对 最后我们来做 把这些画面画完了之后 来简单的做一点山水的颜色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完整 更加的具有装饰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三大部分的一个要求吧 我们就简单说到这儿 当然这些呢 以后啊都会在我们的这个专生课当中 你们都会学习到 刚已经说过了对吧 我们的学习方式呢 都是直播加直播回放的 你们可以看到 系统的规划了大家的一个学习的路径 最开始你们要学习山石的一种 基本的村法 点线面的八大类 对吧 还有树法 我们说的点叶树 假叶树 包括柳树松柏 鱼青鸟兽啊 还包括山巨物语等等 实际楼阁都会在我们的专节课里面呢 细细的给大家讲到 每节课 我们讲完之后 不仅有回放 而且呢 还有班级群里的答疑 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来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画一画了 好 能看到我双手吗 能看到我双手的同学来敲两个数字五 好不好 左手一个五 右手一个五 能看到是吧 行 那现在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以后会用到的工具 煎好毛笔 大中小号各一只 对吧 其实这个你用你少一只也没有关系哈 刚有同学可能在说颜色颜料啊 或者说这个毛笔呢 缺了啊 你缺一点没关系 一会可以相互的代替一下 就用一只毛笔 就小号的煎好来画咱们的墨底 另外两只呢 主要用的染色的啊 你没有的话自己呢 再一会多洗一洗 是吧 也是可以的哈 颜料一会用到的时候呢 再给大家细讲 然后需要大家准备的就是 需要大家准备一只咱们的这个 准备一张咱们的试笔的纸张 方便我们一会儿来控水啊 控制毛笔的水分 好 这就是我们一会儿要画的这张画面了哈 这个画镜可以看到对吧 就是大概一瓶尺啊 就是一个小的正方形的这么一个构图 如果说你已经有基础了 比如说VIP的学员 你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 啊 邻居处的学员就尽量跟着老师的角度 脚步是吧 我们就说一葫芦画瓢 你先来尝试 尝试着画一画 好不好 以后你们有了基础 对吧 专项课里面学完了之后 你们可以自己尝试去 去拓展更多的一个内容 从咱们的右下角啊 从右下角逐渐的由前往后呢 去推着逐步的去给它画 构图上我们主要去刻画 主要刻画的就是这前方的三十 还有这种小的溪流啊 这种数目主要就是点出来的啊 点出来的 云屋呢是燃啊 是吧 燃出来 这块我不多说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一起来动手了啊 动手了 工具准备好 好 你的纸张拿出来了吗 来我们现在一起来画一画了哈 先拿出小号的尖号毛笔 在咱们的这个笔系里边呢 浸湿 浸湿之后 然后呢适当的给它刮一刮哈 多余的水分刮掉 用笔尖啊 蘸取咱们的一个浓墨 蘸取浓墨 微微的这样去调和一下 调和一下哈 如果说这会儿呢 太浓了 我们再加水给它再调和 太淡了 我们呢可以加墨再调和 在碟子里边完成的就是什么 它的一个调和墨色层次的一个过程啊 好把它放到旁边 用我们的视笔纸是吧 生鲜或者卫生纸都可以 新毛笔的笔度啊 多余的水分吸掉 多余的水分吸掉啊 好控制好笔里的一个墨色层次哈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带大家一起来画一画了 水分太多的话就容易晕出去了啊 好 从咱们的最右下角开始啊 最右下角画我们的一块小的岩石啊 先勾勒我们说五大步骤勾寸差点 第一步勾用中锋的这种线条啊 去大概的勾勒一下 水呢还比较大对吧 我们还可以再吸一吸 大约画了多宽呢 大约三个手指这么一个宽度 我拿个颜料管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 我放一个颜料管在这啊 你大致就知道了 好现在我把那个距离呢给大家推近一点点 好这是我们第一步哈 就简单的勾勒一块石头的一个轮廓啊 一块轮廓就行了 然后我们先画后面的这块大的啊 这块大的轮廓啊 最高的点大约从底部往上数啊 一个颜料管这么一个高度啊 位于我们竖着的哎 我们整个竖像的整个画面中心稍微靠右一点点 靠右大约两指嘛 整个指占宽度一半靠右两指 这就是我们岩石最高的这个地方 从上往下啊 把它这个形态呢给它画了出来 好这是我们勾勒的第一块啊 轮廓然后从右侧呢 给它倾斜一下啊 不要这样平平的啊 看起来它比较呆板了 因为我们这个纸本来就已经够方的了 对吧 好稍微呢给它倾斜一下 在转折的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用笔的一个顿挫感 好这是我们画的最前方的吧 一小一大 当然把它这个形态呢可以跟它画得更加的完整 多一个前后交叠的一种关系啊 然后适当的给它叠加一下 然后再从它的旁边啊 左下角再来一块 然后底部呢 不要完全接到纸张的底部了 我们呢给它稍微的什么 闭合一下它的一个形态 前方没有完全给它闭合 因为什么 它中间的一块比较 晕染的比较大的一块石头 对吧 好就这样晕染一块啊 可能现在不大理解 为什么老是这样去画 就勾一块颜色的轮廓 然后呢给它适当的 加加它的结构啊 春擦一下 然后前后交叠的地方啊 微微的勾勒一下 它的一个线条 多一些层次感 宽窄的一种结合是吧 又宽又窄 然后前方啊 或高或低的 再加一些小线条 把它这种三十的变化 或者说形态啊 给它做的更加的丰富一些 在前后交叠的位置啊 我们呢给它侧方的擦一擦 擦的同时 稍微的颤的有点比啊 然后呢擦一擦 这种春擦的比法呢 就是为了让这个延时呢 前后这种交叠的关系呢 去分开 然后呢适当的给它过渡一下啊 延时的底部啊 前后交叠的位置 我们呢给它 哎春擦的比较重一点 像个里的同学说 是亲生的学生是吧 一看就是自己搬离的 是吧 跑过来听课了 好 前后交叠的这一块啊 微微的给它春擦 然后从右侧上方吧 给它适当的过渡 其实就是带一些枯色的笔墨啊 枯色的墨色呢 区分一下 延时 然后底部啊 再微微的再给它擦一擦 擦的同时 我们并不是一整块的啊 它用笔呢 有距有散 然后底部 好也是前后交叠这一块啊 给它稍微的过渡一下啊 而且带出一些点的笔痕 那这个延时显得呢 它更像是 有一些 我们说凹凸起伏的一些纹理一样 对吧 不仅是表现它的体积 春法 它就是表现延时的那种 凹凸起伏 或者阴阳相比的关系 以及它的纹理啊 质感 对吧 不同的春法它有不同的点 但今天画的这种呢 就是我们比较灵活的在掌握 这种春擦的笔法了 没有刻意的用某一种计法 不会拿毛笔会影响到绘画的结果吗 纸笔呢 我们经常说无定法 其实你只要习惯啊 你自己呢习惯怎么去拿都可以啊 你看我都是导着拿拿笔的啊 但在勾线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不这么拿笔了 好 然后底部啊 就是这种 你在画的时候 有没有同学画的下面呢 都是特别零碎的小白点 里边的笔触之间呢 特别的松散现在啊 有没有同学画的这样的啊 这是初学者当中啊 很多时候呢 在春擦的时候 特别容易出现的 要么画成一整块啊 平平的啊 枯色的墨色也画不出来 然后呢 哎 画枯了之后呢 里边呢就 就显得特别的碎啊 因为这种笔触呢 不够饱满啊 还可以用侧峰淡漠啊 用侧峰淡漠 啊 再给他丰富一下 就把之前的小笔点呢 给他隐约下去写 让他墨色看起来跟他协调 更加的统一 好吧 老师被挤出去怎么办 找你的专属老师问一问啊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因为咱们的这个体验课人数是比较多的 对吧 正式课人就比较少 他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都是 正式课都是小班教学 对吧 你的弹幕呢 可能这块有同学可能不大理解 老师怎么画的了 其实呢 大致就是勾了一下 它的一个轮廓 比如说这样勾了一块 它的轮廓 对吧 前后之间有一个交叠的关系 底部呢 给它适当的寸擦一下 我先把它勾完了 我们再去擦吧 对吧 我在用这个笔墨的时候啊 用墨色的时候 你看 它都会有什么 有浓淡的层次 而且有干湿的变化 对不对 其实就是通过这种干湿浓淡 以及行笔的这种快慢 我们说的缓急也好 或者像这种力度也好 或者水分的大于小也好 来体现它这种绘画的节奏感 27号就是咱们医修老师的课程啊 医修老师 刚才说了 咱们基础课的医修老师 非常受同学们的欢迎 对吧 在就是元宵假节之后 明天就是元宵节了 之后呢就是他开班 可以想参与到咱们今天的这个猜字米 在活动当中 对吧 去找一个专授老师去兑现 好 这是我们画的最前方的这块石头 如果干了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呢 在颜色的边角 转折的地方啊 或者前后交叠 整个岩石偏顶部的位置啊 我们给它适当的点上一些胎点 VIP的零基础可能是刚报名的 对吧 没关系哈 马上呢就要开班了 你可以先听听体验课啊 了解些最基础的一些我们说的材料啊 包括啊 多看一看 老师的绘画过程都是挺好的 当然体验课以后你们到了真实课当中 也可以一直听啊 也可以一直听 点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他的疏密以及疏密关系啊 就是要有聚散啊 要有多于少 嗯 呵呵 依秀老师很漂亮 柏云老师的女生是吧 呵呵 同学们一天真可爱啊 哎 右侧也跟他稍微的点上一点 左上角呢多一些 右下角呢 稍微的少一点 临摹是没有灵感不行啊 你应该说创作啊 你初学 初学的时候呢 是设计不到灵感的哈 多看多画呢是最重要的 好 前方这块石头也要适当的跟侧风擦一擦啊 有一个量与暗的这个关系就行 其他的不用管 想念医修老师了是吧 看来医修老师的名气很棒是吧 很高啊 刚刚给大家说到了 他是咱们天津美术学院 霍春阳老师的学生啊 而且硕士研究生毕业 在基础课里边教大家啊 这个最基础的梅兰竹菊 为题材的入门课程 入门课就是帮助大家呢 这个啊 能够更好的去进入到 我们这些基础知识的一个练习 然后到了我们专线课呢 更能得心一手的去学习 他是铺垫一个基础 来晚了是吧 好 那现在我们现在开始画的就是 旁边的这些小树了哈 高低的凑了一下哈 这块石头画完的同学来敲个数字一 好吧 画完的同学来敲个数字一 喜欢听老师的声音 以后再回放你们慢慢的去听 可以一直保留下来啊 行 那旁边我们来画这种小树哈 大约三个手指左右啊 高低的凑了一下 我们说画树先离干 今天画的这种树啊 非常的概括 它是一种树的简影 它并没有刻画特别多的内容 从上往下 高低的增下去 就稍微的给它有一些曲折的变化 一棵树不要直愣愣的在那儿 对吧 好这种转折的地方 我们呢又可以给它出一些小枝出来 大家从上往下可以有一个粗细的变化 大家都知道树稍比较细对吧 那树的根部它是比较粗的 好右侧再来一些小枯枝 右侧也是一样 有长有短啊 有竹有刺 好后边再来一颗 有高低的这么一种啊 节奏感 基本上都是在它转折的位置呢 给它出一些小的细枝 好 这个枝呢就是 适量就行 不用画特别多啊 并不是像我们说的这种路角枝啊 或者蟹爪枝对吧 这是一种非常概括的笔法 因为我们主要突出的不是说去描写表现某一棵树 而是整个画镜的一个协调 因为它画的特别大的话 那个画镜就小了 通过这种物体的小来衬托整个画镜的大 来右下角 再来一块 有高 有低的 这是底部 右侧边角 你看这几棵树枝呢 这几个小的树枝呢 就在这儿呢 让这个画面呢 它多一些我们说疏密的节奏感 看一下好像美人松 还有这么一种松树吗 我只知道有白皮松 还有一些我们说的马尾松之类的 没有听说过美人松呢 听说过银客松 好在这个房子上方 我们再加一些点锥的小 咱们点紧的这种小的房屋 点紧的小的房屋 在这个房顶的上方 点紧的房屋呢 先把咱们房顶杆这根线来确定出来 房顶杆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最上面的房梁这根线 稍微的平稳一点点 左右两侧 线条 这种建筑物 它往往的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特点 对吧 远处和前方呢 它也形成一个对称 然后再往下方 我们呢稍微的高低的凑了一些小线条 好就形成了一个房屋的特点了 先看是吧 再试着画 体验课的话 你就尽量跟一跟吧 因为没有回放的 到了正式课上才会有的 在边角 我们稍微的加一根垂直的线条 让它尽量着落到咱们的纸面上面 对不对 好 这根线条呢 我们要接上旁边的小的房屋 它们之间有个遮掩 有一个遮掩的关系 就两处房子嘛 两处的小房子 底部 我们不能让它 哎 着落在这个空间当中啊 空中一样 稍微的给它加一点点小的颜色 底部的擦一擦 一秀老师很漂亮是吧 那当然了 一秀老师可是大美女啊 这是我们班级的学员 他们班的学员呢 公认的啊 公认的啊 在房屋的左侧同样啊 再来一点点 点净部分的内容 同学们啊 比如说咱们VIP的学员 你们都还记得是哪 有哪些内容呢 能说得上来吗 啊 说两类能不能说得出来 房屋的左侧啊 好高丽的错落一下 有长有短啊 它要有一个主持的关系 那上方可以点上一些小的胎点啊 去点缀像我们说的一种书页一样 刚学完水彩是吧 啊 看来有同学呢 在美术学院也学过啊 大鹏教育呢 除了咱们的果化学院 还有美术设计 包括书法等等 对吧 那像今天我们说参与到咱们五合一综合课的学员呢 学习的同学呢将有机会啊 获取咱们的这个 这个叫 研塔圣教序的这个课程 是一种书法课啊 赠送给大家的 好 稍微的点一点吧 不要点的太过于琐碎啊 就点咱们的这个小数 好 这个是我们就不用那个 就不用那个颜色来点了 就用我们的墨底 墨色 然后边角还可以再跟他来一些啊 高低错落的一些小数在上方 微微的加这么一点 还包括这一侧 好 这些呢都是为了点缀画面的一种书密的节奏感 好 简单的画到这儿就可以了啊 当你点完这种墨点之后 一会儿还可以同样也可以用颜色来覆盖一下 好 这是我们画的右侧 好 你们都画出了同学可以敲个数字 敲个数字 把石头画长了 后面你就画少一点 左侧就画少一点 我们来开始画左侧吧 来左侧在画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它两个一宽一个高 高一点那这棵树呢就大约高我们呢超过一个颜料管的一个高度 啊 比这个颜料管高大约三只左右 位于整个画面大概就是横向的中心线啊 低一点点啊 比横向中心线低一点点 大概的一个位置 我用的是一只煎熬的小号 这个笔呢都可以在咱们的这个大鹏的APP里面呢 上面呢去购买 从上向下大约低一笔呢画了也就是一到两个手指这么宽度 然后从旁边稍微的给它错落一下 一个宽窄的一个变化 然后再往底部走的时候 你看它这种前后交叠错落的关系 底部在画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要 也是要有一些啊 错落感或者说层次感 那在造型上呢可以适当的给它丰富一些 底部啊再给它尖搭这一块 我们说有聚散有大小啊 这种小的石头的节奏啊 这样去堆叠 旁边啊 是吧 又画一些小细碎的石头 尖搭其间啊 这些都是勾勒啊 勾勒它的一些小的细节在里边 一会儿呢 现在可能看起来好像 哎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 但是你再等个十多分钟 对吧 一会儿你就知道 哎整个画面效果出来了 你就清晰了啊 要稍微有一点耐心啊 来从上往下 底部这一块再微微的去给它适当存擦一下 对我用的我稍微会带一点中测风啊 我把笔放倒呢 是方便同学们呢 更加直观的看到老师的一个整个画面镜头的一个呈现啊 或者行笔的过程嘛 但我也比较习惯了这样去拿笔啊 边角呢稍微的给它点上一些小笔触 一直在往下面 纵向的去给它插对吧 横向的也会点上一些小笔触 不要笔笔呢都分明 有一定的连点 前后交接的地方 给它适当的过渡一下 对吧 墨色的一个过渡 衔接一定要自然 要是太突兀了 或者某一块墨上的特别的跳远 看起来就不太舒服了 好 延时的底部 延时的底部 给它再擦一擦 用弹幕啊 给它协调一下啊 让它更加笼 这个笼统一点点 在这一块啊 上面的笔触呢 还是比较清晰的 下面的给它隐约一些 再一个就是这两块地方 它重了 它更好的去映衬 或者说去衬托前方的这个小的溪流 对吧 有点卡了是吗 我们刚说了 因为体验课人数比较多啊 人数比较多 所以呢 可能的话容易容易卡顿啊 因为到了咱们的VIP课程当中 它就不会像这样了 好中间再加一块小的石头啊 一块小的 像我们说的溪流啊 小的U键 中间啊 水流中间呢 间隔的一些小的石头 它即是在丰富水流的一种表现呢 也是在什么暗示它的一种方向 也是相互的在映衬水流啊 分阶梯 这是一层阶梯啊 阶梯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说的像楼梯一样 对吧 上面是一层 下面又是一层 上面是一层对不对 好 稍微的勾勒一些水的这个 线条啊 水流的这种线条 这样的话它会显得更有动感 这种水流的动感在里面 好墨色不要太过于跳远 然后前方啊 这种小石头 好 微微的给它 纯插一下一下 然后边角我们来给它点上一些小笔触 这些都是点缀用的哈 不要画的太多啊 不要画的太多 这就是前方啊 前方这块呢 我们呢把它大概画出来之后 画面呢就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就完成一半了 侧面左下角啊 我们也要用弹幕枯笔啊 给它稍微的再插染一下 看起来更加的统一厚重一些啊 这块石头 好 这些石头的边缘嘛 这些地方可以点上一些小笔触 用的什么纸 这个是一张宣卡啊 是一张宣卡 把墨碟放出来是吧 行啊 那我下面再垫个碟子哈 好 你就看到这个碟子吧 当然你可以慢一点哈 我也得慢一点啊 免得一会站了去 站出来了 好 这次我们画的块石头啊 山水画里边你说画山水 那石头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再比它高大约三个手指的地方 我们呢再画一块石头 后面这块墨色可以稍微的啊 大一点 有个高低的或者是浅或者一个关系 顶部偏湿 底部偏虚一些 它接到我们的这个岩石的上方 好画到这儿 然后呢 左上角我们呢 再给它同样像右下角这一侧一样 树木之间有一个呼应的一个关系 可以在高低的这样去 再加一些小的树枝 同样直接是莫谷的形式啊 木花树呢 除了刚说到的这个 这种小小枝以外 比如说鹿角以外 比如说松白柳 这也是我们特征比较明显的树枝 这是在我们的正式课程当中啊 会带大家呢 特殊来表现的 好右侧高低的这个关系 好底部 再来 有高有低有曲有直有长有短啊 而且呢浓淡关系都要给它把握好 势必只要拿出来是吗 好行 那我放到这吧 好放到这 好这是我们画的最前方的 这是三十树木 这个树上面呢 我就不用用这个mos去点了 一会用我们的这个 咱们的这个 这个颜色 颜色呢去给它点一点 前后焦点的地方 可以适当的给它加一些胎点 或者颜色的顶部 微微的加上一些胎点 让它丰富一下 我们说勾春叉点染五大步骤 勾完了适当的春叉 把它的这个凹凸起伏感觉呢 给它体现出来 点呢通过这种点缀的笔法呢 让它的这种笔模变化 或者说画面呢 显得更加的丰富 或者墨色对比也更强烈 好了 这是我们画面的前方 前方 来我们开始画 远处了 画远处了 远处画起来就比较快了 当然染色呢 我们还得希望耽误 有时候还要画下来 来 从整个纸张的中心线 靠右 大约两到三个手指 纸张的顶部往下数 两指左右 输入者的中心线 靠右 大约两指 对不对 从中心线 从顶部往下数 大约两指 我们来画前方的 山头 你们可以在我们今天这节课上呢 大体感受一下整个山许画 整个一个绘画的过程 或者说步骤 你不用说这节课必须得把它画多好 课后你找你的专属老师呢 领取步骤图呢 自己呢再去练习一下 对吧 好 然后再从它的侧面 是吧 相对的焦点 底部一定不能和下面的房屋呢 给它完全接上了 为什么 要完全接上了的话 这个画面它就闷了 对不对 我们还留了云气的 这种气口在里面 好 再往下面 你看这种线条 是不是有长 这点线条长一点 下面的小线条短一点 有长短矩直的 波折的关系在里面 对吧 好 右侧也是一样 再在这一侧再来 好 有的线条呢 我们呢 出扩一些 这个酷色的笔呢 一个是跟你的纸张啊 如果你用不出来 跟你的纸张有一定的关系 再一个呢就是你用笔的这个经验 对不对 如果说你画的特别少 还没怎么接触过 你就是画这种酷色的笔 想要把它完全的按照你自己的一个想法去运用的话 还是有个过程的哈 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拿捏的特别好 那是很难的啊 这个呢你不要对自己要求的太过于严苛 对吧 我带大家三水专项以及历代名家临摹啊 我们呢是正式课的啊 负责正式课授课的老师啊 以后你就要到了VIP课程当中 我们呢都会见面啊 再一个呢就是嗯 在课程当正式课的学习当中啊 除了咱们这样去绘画 还可以在课后呢有我们的学馆 还有点评老师为大家的学习和后勤上面的服务 欢迎到时候同学们呢可以通过今天咱们的这个 元宵佳佳的这个猜测迷的活动啊 去享取咱们的报名的一个优惠 左侧我们再来啊 高低的这么一种宽窄的小的变化 不要一样高是吧 适当的给它错落一下 我们每个老师都有自己呢 专门啊比较擅长或者说专人专项的负责的这个课程 你会在我们的正式课程当中见到很多的老师啊 比如你们比较喜欢的燕北老师对吧 还有滋北老师 他们都是花鸟啊 花鸟课的老师 现在呢都是历代名家林默课啊 花鸟部分的讲师 但专项课呢他们也带啊也带 底部我们呢微微的去给他存擦一下 前后交叠的地方是吧 你看我们都要给他再擦一擦 墨色都要衔接的很自然啊 过度的很自然 好底部给他也是微微的带一下啊 微微的带一下 上面偏实底部呢偏虚 在焦点的地方啊 他都会有一些我们说宽窄一些波折取决的是小结构在里面 不能给他画的呢太软啊 也不能给他画的太过于 就是太过于跳跃 对吧 好画到这儿 然后呢右上角啊 右上角 我们呢稍微给他加一些小的枯枝啊 高低的这样错落一下 对吧 稍微的来一点浓重的墨色 不能让他太过于跳跃啊 然后在下边啊 两棵吧 两棵树 好这是我们右侧加的啊 旁边我们就是要去给他画什么了 让他去接着这个瀑布啊 瀑布的一个形态 这个石头的形态不是那么的规则啊 但是造型上呢 你可以打可以灵活自由一点的去处理它 我们现在来画的也是水流啊 这个小的水流 这水流大概的一个形态呢 它是上面偏窄下面偏宽啊 我们先把这个石呢 先给他确定出来 两棵之间啊 被这个旁边的树遮掩一点点 好这是右侧 然后第一步给他微微的波折一下 水流大概的一个姿态 哎 就这么宽啊 两个手指这么一个宽度啊 拿一个颜料管理比一比啊 比一比 云水啊 瀑布应该是我们山序画里面的哈 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 也是同学们的可能也比较喜欢的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专项课 我们刚给大家讲到了 除了啊 除了我们说的春叉的春叉的这种笔法以外 还有树法以及点井的云水瀑布啊 就是我们说的山水楼山泉瀑布啊 平台楼阁呀啊 点井人物啊 鱼琴鸟兽啊 鱼琴鸟兽啊 这都是点井部分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好 这一块的写容呢 给他找出来之后啊 也要适当的给他过度的去春叉一下哈 打远山墨色不要太过于跳跃啊 不要过于的跳跃哈 右侧的边角是吧 和这个岩石呢 行进好 你看除了这两块岩石呢 它形态明确一点点以外 旁边呢都会很淡的啊 非常的隐约啊 给他擦出来就可以了 用比较饱满一点的墨色啊 饱满一点的墨色 润一点点啊 就水墨稍微的干湿度拿捏的比较合适一点的 之前我们用的都比较酷对吧 现在我们呢就要让它再润一些 墨色呢要淡一点啊 好 底部啊 在往下面走的时候一定要淡啊 为什么我们还没接这个云雾啊 要把云雾的一个形呢 都给它找出来 包括 顶部也是一样 要远处走 它要接这些续接的一些云雾啊等等 包括我们说的 微微的暗示一下一些石头 这块呢就非常的不容易去把握了 就为什么呢 就因为你要可能呢 要有一种训练的一个阶段是吧 就画这种朦胧的地方啊 含糊的地方 你更有底气一点点 因为你之前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训练 画这种物体物体的时候呢 就比较啊 比较难啊 难的地方主要是在这儿 其他的你只要能看得出来啊 看得出来比较明显的这种形的 其实是最好画的啊 意象我们说的啊 似于不似对吧 像于不像 有些地方呢 就需要我们去琢磨一下啊 画石容易啊 画虚难 石呢就是说啊 特别明确 对比呢比较强烈的物体 虚的地方呢 就是含混的地方啊 好把这块石头呢 这两侧啊 给它区分开了 然后在中间我们呢 再稍微的给它加一加啊 加的就是中间的那种水流 好 它要硬撑一下 边缘尽量流畅一些啊 然后画一些短处的小线条啊 按时水流 在加的时候啊 就笔触感呢 尽量让它流畅 如果你现在画不好 一会呢 可以先练一练啊 你现在在课上跟着我练一练 课后自己再把它画到一张完整的画面当中去 当然可以有一些宽着的变化啊 不要都一直是一样宽的这种笔触 或者一些一样重的一个浓淡的一个墨色 好了 来我们推远一点点哈 现在我把它推远一些 画面呢 可能效果看起来 它就更加完整一点 来我们推远一些 好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画的前面画的这个墨底 然后侧面 我们再来加的时候啊 用一些更淡的墨色 来跟着我一起来找找旁边的云雾 以及让这个山蛇衔接的墨色更加自然 这一块啊 我们画完之后画面就出效果了啊 我们画了这么久了 对吧 现在就是见证我们画面的视觉效果的时候了 墨色淡一些啊 包括圆山吧 先把圆山这一块啊 给它稍微的染一染 它用笔呢都非常的松动 新 你看 一般我们说点染结合啊 点的时候 染一染 稍微的给它存插一下 你如果是不知道这块怎么去点 怎么去染 一会儿你直接用颜色去给它覆盖 好 这地方是吧 就混沌一点点 这一次 越来越喜欢山蛇了是吧 嘿嘿 喜欢的话就可以多画一画啊 好 底部啊 颜色底部 我们虽然说让它虚 但是呢 也要给它适当的接一些淡膜啊 如果说你直接留白的话 那你就可以不画了啊 下面就这样虚过去啊 可以稍微的用淡膜把颜色底部呢 给它带一带啊 给它带一带 然后呢 找一找啊 找一找云屋的一个形啊 这个云屋的形态呢 你找一下它整个连贯的一个姿态 到底长什么样 你要去观察啊 这块要观察 可能你在课上没有画出来啊 你先把形找到之后 是吧 用这个淡膜去找找它的形 一会给它统一的展一下 边缘不用画的特别的平整是吧 不是勾引 它呢 还是比较啊 比较连贯的哈 最喜欢花鸟是吧 那你们最喜欢花鸟哪个老师呢 呵呵 这个问题一会儿啊 等于打架啊 再一个呢 就是啊 瀑布的左侧啊 要有高低的那种错落的关系哈 啊 瀑布的底部也是一样 包括旁边的小树 也给它晕晕到里面 左右之间是吧 连贯起来哈 好 这种云雾深腾的啊 烟雾弥漫的啊 这种山中幽景啊 幽居的这种山景嘛 是吧 很快就给它画出来了 你们要记住就是瀑布 两侧呢 要稍微用一些水流两侧 一定要用一些重一点的墨色 给它映衬对比一下啊 映衬对比一下 好 在这个房屋啊 这山脚啊 在这个小树的底部啊 再给它啊 用弹幕给它映衬染一染 把上面这个形呢 看起来更加的完整 这个形 你看是不是找一找 它就出来了啊 找找就出来了 对吧 喜欢高想老师 对吧 哈哈哈 请问字迷在哪里啊 一会儿你就会看到啊 一会儿就会看到 好 这一侧 好 幽远的这种烟蓝 是吧 迷蒙的这种烟雾啊 当然这种云雾呢 还可以给它处理的更加的什么 给层次感更强一些 当然呢 可以把它做平一点点啊 因为我们今天这张画呢 它是一个比较 还是带有比较强的装饰性的啊 不用把它的体系感呢 画得特别强 底部再用更大的墨色哈 在之前枯着的笔墨基础之上的 再给它染一下啊 让画面看起来更加的 丰富墨色上面 好了啊 行我们先画到这儿啊 先画到这儿 然后在这种前后焦点的位置 是不是可以再用点淡墨 插一下 染一染 让画面 氛围啊 更加的协调 好 不能让它看起来碎了啊 好 这就是我们之前 刚刚呢带大家画的这一张 小品的山水印 然后看顶部啊 顶部上面 我们呢稍微的加上一些小的拍点 不要太过于跳跃啊 有几个跳跃的墨点就行 不能比前面更重了对吧 至少整个前面墨色层次还是比后面更浓重一些的 好 你们画了这个画面怎么样了 你们画完了吗 啊 画完了同学来敲个1好不好 敲个6啊 666给自己敲个6啊 如果有同学呢 没有画的特别的这个完整的啊 课后呢还要适当的去练一练哈 找你的专属老师 领取步骤图和案例图 体验课我们说没有回放啊 到了我们的VIP课程当中啊 这些呢都有啊 既有回放还有录播课 现在拿出咱们的这个 十绿啊 咱们说的这个十绿色啊 如果你没有十绿或者说三绿 你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花青加点藤黄 用一只干净的笔啊 不要用之前的墨点啊 墨色的那个笔 对再上班是吧 用千字笔画的啊 中国画啊是咱们的这个 更多使用的是咱们的宣纸 然后用的是毛笔 这种软笔啊 尽量啊尽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使用我们的这种选择这种材料啊 用比较这个颜色比较浓重的啊 也比较粘稠的啊 比较粘稠的这种 这叫叫我们说的三氢啊三绿啊 来点这种输液啊 笔点呢可以饱满一点啊 可以饱满一点 跟这出汁的情况呢去给它点 出汁的情况啊 有一个错落的关系 有一定的连点 不要给它画的都一样大啊 一样宽 根据出汁的情况 让它点出来这个树 树的一个姿态呢 看起来像一个有那么一点点形象啊 有那么一点点像这个树就可以了 好旁边这个树对吧 刚刚我们用墨点呢给它点了点 现在呢用咱们的颜色啊 再给它点一下 颜色要浓重一点点哈 如果水太大水太大了 因为点出来的这笔触啊 点出来的画面 它就容易晕散的特别开 达不到那个效果 好了啊 在花鸟课里边你们可能用到颜色更多啊 山水的话相对颜色呢 要简略一些 当然在我们说清绿山水 在我们的专项课在后面 最后几节课的时候啊 我们也会带大家来画这种清绿山水的哈 清绿山水 好 左侧 好 这是我们画的这一侧 为什么塞绿不用其他绿色 你可以用其他绿色 颜色之间可以相互的代替 你甚至可以用朱砂都没问题啊 就是看你要的什么样种画镜了 好 画到这儿 然后呢换一个碟子哈 然后这个笔呢颜色比较多 我就先不洗了 我换一只干净的笔 来染咱们的石头哈 这张画主要用的是褶石啊 主要用到褶石啊 花青都用的比较少 用一个干净的碟子 好 微微的带一点哈 我们用到颜色呢 它都比较淡 都比较淡 很少用的比较浓重的地方 主要点 专门去点这种叶片 有同学说老师画的太好了 是吧 这个呢你要画两张 你也可以哈 你也可以的 只是你现在可能呢 不了解方法 或者说没有太多的一个经验 画这么一张小的画呢 其实呢对于同学们来讲啊 学完之后啊 学完就是我们的专项课之后 以后你们都能达得到啊 都能达到 用淡淡的这种褶石色啊 褶石色 你可以加一点点墨色在里面 也可以啊 不喜欢墨色的话 喜欢比较鲜亮的颜色 你就直接用淡淡的花褶石 把这个颜色呢给它染上 比较暗一点的地方 你可以用我们的花褶来给它 微微的晕染一下 衔接一下 从上向下 这是我们画的这块石头 上方也是一样哈 但是也要注意到颜色一个浓淡变化 比如说上面湿一点 下面虚一些对不对 啊 还有呢 其实我们染的时候呢 更多是平图 但是啊 它会有浓淡的这种层次感在里面 比如说 主要的这种山 山的这种棱角 或者山脊的这些地方 啊 给它稍微的加重一点点啊 让它优微一些啊 不要让它看起来都不协调了 有同学呢 可能还是固体块往上面呼 感觉在画水粉 对吧 啊 用淡一点的这个折势色啊 从上往下呢 再来 远山我们用更淡的这种折势啊 山头它颜色稍微明确一点点 好 这是我们画的 圆山 好 山石是不是大概都给它染出来了 啊 你要是没有画完 你就先不要着急去给它染色啊 自己先把它画完了 最后呢 去着色 着色只是为了让 在墨里技术之上的画面 看起来更加的丰富 如果你没有画完的话 它可能 哎 你展完了之后画面 它还是会觉得有点 哎 欠缺对吧 好 再把用一点点花青啊 用点花青的颜色呢 让这个山石或者云雾 我们说青烟的感觉更明确一点 右上角的远山 我们直接用花青去画就可以了 好 把笔洗干净啊 洗干净 用根蛋的这个花青 然后在这个岩石的底部 是吧 把这个云雾的边角 我们擦的这个云雾 找到这个云雾的形 给它微微的染上一下 染上一下 好 包括我们右下角 只要擦着找着这个云雾的形 都用这个花青 微微的带一带 可以带一下 房屋的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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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用咱们的这个花青的颜色来 远山的山头 这一侧 上方我们用花青给把云雾这个折势的边角也是要微微的带一下 干一点之后 它的笔触或者墨色的对比颜色就不会这么的强烈 它会看起来更加的协调 把花青用成交叉 那你有点厉害了 要把颜色尽量用得干净一点 有同学在这个 就是直接用我们画完墨底的那支笔 它去加我们的颜色 它容易画得特别脏 山头 顶部实一点点 就是颜色浓一点点 底部虚一些 右侧也是一样 好吧 上面浓 下面淡一点 最远处 最远处我们再给它过度 再加一个小山 好 加一个小山 山头微微的加一些颜色 是不是觉得山水画 其实画起来好像比其他画类更简单一点点 有没有觉得 有没有觉得山水比较简单一点的 当然了 你要觉得困难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基础 还不是那么的扎实 或者说了解的还太少 觉得难 觉得难是吧 不简单是吧 至少画远山是比较简单的吧 远山 远山 你有同学不会吗 来给他画一个 拿一张纸 给他说一下 我先把这个拿走 跟你说一下 远山 远山的步骤其实是最 是最容易的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一笔淡淡的颜色 淡淡的颜色 画一个山包 对不对 你就画这么一个山包的形 或者说你多一个起伏 对吧 顶部重一些下面的淡一点 就这么一笔 然后再给他 比如说让他浓淡的关系 更明确一点点 那就把笔尖上面 弄一点比较浓一点的颜色 下面就接的很虚 是吧 好下面的颜色 这个很淡很淡的再染下去 染下去 可能用的深圈它会有点笔痕 这个不影响 不影响 远处再继续这样去给他衔接 对吧 顶部的石衬托远处山头底部的虚 这样的层次感或者空间感都会更强 用的是花青 用的是花青 好这个是就是我们说远山的山头的一种表现 当然不用每一块都给他画那么的实 这就是我们刚刚带大家画的这张小品的山雪画 那我们就画完了 你们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去咨询咨询你的专属老师 咨询你的专属老师 再一个就是你可以把你的作业提交 扫描走下角的二维码 或者发给你的专属老师都可以 获取咱们的文字点评 好不好 那现在我们再带大家一起来参与一下 本次我们说的这个叫元宵假节 拆咱们的字迷的这么一个活动 来一起来看一下吧 感兴趣的同学不要错过了哟 来 好这是四个字迷 每一个字迷 每个字迷下面都打一个字 然后把你的结果发给你的专属老师 你如果说答对的越多的话 那么你获取的优惠将是更大的 现在是我们的这个叫元宵假节 是吧 这个活动的倒计时了 然后27号 咱们呢这个一修老师的课程呢 班了